使馆三个狭窄的位置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 葛鹏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西胸外科副主任医师 使馆的三个狭窄 也就是使馆的三个生体区的狭窄 第一个狭窄是位于使馆的起始端 即喉与使馆的交接处 大概就在我们的颈部的后边 气管后边 相当于环状软骨和第六 锥体下缘的水平 它是由环咽部的肌肉和环状软骨 所围绕而成 一般聚门是约12到15厘米 那么使馆的第二个狭窄 是位于左肢气管跨越使馆的部位 体表投影相当于我们的胸骨脚 或者的第四第五胸椎之间的水平 由主动脉弓从其下方左侧穿过 和左肢气管从石到前方越过而形成 该部位是使馆内一五一存留的地方 一般距门尺中切崖约25厘米 那么使馆的第三个狭窄 它是使馆通过隔肌裂孔处 该裂孔是由于右向左 乘斜向上方向 在行使馆背脊造影的时候 可以看到使馆这三个压积 当左心房出现病理性扩大时 第三个压积就更为明显 一般是处于中切崖约40厘米 那么所有的三个狭窄部位 是使馆异物抑制瘤 和使馆癌的后发部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